各位好,歡迎大家來到雲觀國際英國物業稅務篇 今天很感謝Jo Lee,我身邊這位嘉賓 他是英國Ladley Road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Jo,你好像你都很熟英國 是的,我在英國出生,全都在英國讀書 我都住了很久 所以很開心,今天有阿Jo這位英國人士來討論英國的稅務 我們第一部分會先討論印花稅 關於印花稅上,我知道很多客人都有很多問題 因為想知道英國公民和海外人士在印花稅上是否有差別 或者買現樓和樓花項目,比印花稅也會有不同 是的,這個項目是很重要的,因為最近有很多改變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2%是很新的 這是英國的法律,是8月2021 如果你是非英國居住,要多付2% 如果你是多於一個居住,要多付3% 不過,這兩個三者其實是可以批評的 如果是有一點複雜的,如果是有一點複雜的 如果是有些問題,我可以自己回答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例子去解釋一下 例如這個FAT6,這個單位華為例 其實它本身的售價是199.280英鎊 20萬英鎊不到 如果在9月30日之前完成了交易 如果你是第一次FAT6,只是2% 如果是第二次FAT6,就要付5%的Stamp Duty 如果在9月30日之後,由於稅間是有分別的 之前的免印花稅是說到25萬英鎊 現在只是到12萬5千英鎊 所以兩者的,無論你是第一空也好,第二空也好 其實你要付的印花稅都多了很多 兩者來說,基本上都相差1,500英鎊 第二部分,我們會說一下關於入息稅上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擔心或者很憂慮 關於英國的income test 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可能首先要解釋一下 什麼是英國的稅務居民呢? 或者是非居民的定義,究竟是些什麼呢? 我想最簡單的是,看看你是否是UK居住 最簡單的是,如果你是UK住半年 183天,你當作是UK居住 不過現在很多是,我知道很多是過去UK 其實不一定是183天 如果你住三、四個月,你可能住在UK居住 你可能要補貸的 UK是提供聯繫的 如果你UK居住,你的小朋友讀書 你上班公司 加上可能三、四個月,你住在UK居住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另一個很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想知道英國入息稅率 究竟是多少? 或者會不會有免稅額的呢? 或者實際一點,香港 Passport Holder或者BNO人士 會不會都有這個免稅額的呢? OK,如果你香港Passport Holder 是沒有UK Personal Allowance的 你BNO Passport Holder就沒有 不然你真的去UK居住 才會有Personal Allowance 現在的Personal Allowance 是12,500 差不多13萬,所以跟香港差不多了 這個是,如果你收租 你可以減12,500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你想到 在UK買居住 真的要考慮,你的 income 如果是要給40%是要用公司的 很多時候,如果你買居住 兩個人名字,husband,wife 你可以每個人有一個 basic tax plan 居住不需要用公司 不過真的要看case by case 另外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今天買居住 有租金收入的 會不會有些雜行都可以扣稅的呢? 有的,有些ground rent service charger, insurance council tax,management fee 還有很多operation charges 其實最大的expense 是兩個的 一個是mortgage interest 和一個management fee 這兩個購買很多時候 就是不用付 income tax 嗯,明白了 那我們又再講一下另一個 大家都很關心的稅務問題 就是這個capital gain tax 資產增值稅 不知道這個資產增值稅 究竟是怎樣計 或者稅率是多少 是用買入的價錢來計 還是我可以計 可以計算滿英國183天 可以計算的呢? 是啊,這個要計算你的cost price 是你買回來的價錢是多少錢 其實這個ergic 是有點複雜的 是看你的property 是否買來投資 如果買來投資 我的tax rate現在是 私人是18% basic rate high rate是28% 剛才那個tax bank 我也說了 是over 50,000 high rate 不過要看你的property 你有沒有居住過的 如果你私人居住過 你可以claim一個relief private principle relief 所以計算的 最簡單的 如果你居住的property 你sale 其實不用被capital gain tax 不過如果你是租了出去 要付的 還有如果你是租了出去 又居住的 就這樣計算出來 計算出來的時間 你居住了幾個 這個就是apply to 香港的property 明白 那如果我換樓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多客人 可能去到英國 本身有一個投資物業 或者有其他物業 Anyway 他想換個另一層樓 又是否需要給這個 資產增值稅呢 或者這個資產增值稅 是否只是計算在英國的物業上面 剛才我都說了 如果你香港有個property 如果你在香港住的 你sale 你去了英國 是不用被capital gain tax 所以這個 situation是要考慮 你是想著幾時 sale你的香港property 如果你真的想著 sale 有些人是sale before去英國 這個最簡單 你sale before before 你去英國 是不用capital gain tax 還有如果你想著 三四年才sale 是這樣 要計算出來 這三四年可能要付 就是要計算出來 明白了 因為英國 都是用這個全球徵稅制 賣出資產的時候 其實的利潤 資產 包括股票 基金 甚至是加密貨幣 或者不是自住的物業 其實如果是6000英鎊以上的個人財產 其實都需要徵稅 好了 我們最後一部分 就會問關於遺產稅上的問題 阿Jo可否解釋一下什麼是遺產稅呢 或者英國的遺產稅是多少 是不是所有的物業都會包括的呢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UK的遺產稅是很重 現在是40% 好久已經是40%了 不過是看回你 這裏是有點複雜的 看回你是否是UK resident 和UK dormer cell 所以很多時候 好像我這樣 我在UK出生的 所以我是UK dormer cell 所以我在那裏幫忙 很多人現在是BNO過去 他們不是Dormer cell 所以如果不是Dormer cell 其實他們不用被遺產稅 然後他們那些 WK要付的 是只在UK要付的 所以這個困難是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的exemption 是3月5日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買一個 property 你husband and wife 是可以transfer 一個可以transfer 那個exemption 給一個other party 所以husband and wife 很多時候 如果你買 property 你husband and wife 比較好一點 那時候你combine 會有650,000 exemption 所以這個point 是很重要的 還有很多時候 是給遺產稅的 所以如果你看看 你UK有多少的asset 如果UK 有650,000 其實遺產稅 不是這個問題 不過如果你打算買多些 我們想 好久一點 這個真的要 萬萬商量 那如果是自住物業 例如我自己的物業 可能我pass away 我給了我的子女的話 那遺產稅的門 會不會都有分別的呢 如果你是個主人 如果你husband or wife 現在住開主人 剛才我已經說了 我的exemption 是650,000 不過如果你的主人 可以增加到 半億元 each 如果你的主人 是差不多1億元 是可以cover到的 這個exemption 就是挺新的 UK的房子 不過遺產稅 是很複雜的 好像有些人 有些人 前往UK BNO 很多人喜歡 用一個trust 來hold著一些asset 所以這個是要慢慢來談 這個地方 明白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英國擁有物業 但是他如果在海外過生 亦都需不需要交為產稅呢 如果你的asset 如果你是不存在 如果你是不存在 你UK住在UK 你不存在 那你的asset 外出於UK 是不用保佈的 是外出的 不可有些負責 不過主要小心點 有一個 我知道現在很多個去BNO 有一個 UK有一個規定 叫做Domestate of Choice 如果他們覺得你是 平常的 打算是UK 可以在UK 他們可能可以 在Domestate 如果你是Domestate 他可能想計算世界上的asset 不過這個範疇 我也可以提供 明白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我相信很多業主都想知道 就是如果報稅的話 有物業在這裡 是否可以自己報稅呢 還是要找會計師幫忙呢 你可以自己報稅的 不過我推薦 我想最好是用我們 我會用另一個會計師 如果你有一個Rental Property 你很多的UK不懂的 還有BNO過去 我想你是最好 一定要找一個accountant 因為你的Status是不同的 你是UK Resident 你不懂的 是複雜很多的 所以我想我建議 就是用這個accountant 在最初的Taxer Channel 其實阿Joe都說得很對 我相信第一次過到去的人士 其實都面對這個複雜的稅務問題 我們找專業人士幫忙 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今天多謝阿Joe的時間 辛苦了 分享到今天為止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隨時跟我們聯絡 聯絡資料可以在下面找到